現實生活當中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欸 那兩個人到底是什麼樣的 鬼鬼真的是高人氣的這個王陸女神喔 今天很感謝大家這邊呢 幫KU的最新安心 愛樂必須旅行呢 來送上你的最好的祝福 來左手電話那兩位再看一下下 這邊 就是拍了影片 然後我看到 欸這不是那個 那個 然後我就 對 就刻意把它下載起來搜索 搜索一下 喔是喔 所以是因為 乖乖 對其實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剛好在北海道玩去 然後那時候有我剛下載TikTok 也就知道說最近很多以前那個手勢舞 對我就一直在滑滑滑看 我到底要先錄哪一支 我的第一支手勢舞 就剛好滑到他的音樂 就讓我就是停下去 欸很好聽欸 而且那個手勢舞很好上手 所以就就錄了我的音樂師TikTok的影片 然後結果人家都是唱的 對 對 所以你這個成為毛病的時間 大概有多久 幾個月 就是半年 半年左右左右 對 差不多幾個月 就是我這首歌 就是當初的 是喔 是喔 所以 其實緣分有的真的很奇妙 網路上面的緣分也很奇妙 今天兩個人第一次看到彼此感覺怎麼樣 就是更漂亮 對 就不愧是女神 就是之前關注他們的關鍵醋 謝謝 我沒有按理給我了對不對 沒有 所以感覺像說比較微笑 而且我覺得她本人跟我當初在這個TikTok上面看到她的歌聲一樣 就覺得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嗯 你看我相信的這個 謝謝 謝謝 來來 那 我想問你一下 如果像Key這樣子的男生 他要邀請你去旅行 你會想去什麼地方旅行 當然要去吃宿北海道 欸可以耶 感覺 是不是遇見的地方 你會不會聽話不上的遇見 對我剛好也沒有吃過 感覺幫我 可以交停滑雪 唉唷唉唷唉唷 唉唷唉唷唉唷 這兩人其實好像有什麼了齁 好吧 那希望這兩人可以保持一個非常好的 浪漫的友誼情敵 好 今天謝謝乖乖 可是乖乖乖乖乖 今天是要來宣布 不要亂的首場演唱會 喔 一路發的八月 八月二十四號 不要亂首場台北演唱會 來 那我先幫你揍一下吧 來 時間好像差蠻遠的 因為我想要多多準備一下 對 就是希望呈現更好的自己給大家 那你要不要邀請我回來看你的演唱會 好啊 你現在要邀請你 對 希望那一天你可以過來一下 沒關係我留下來 沒關係我留下來 好 好 選飛的概念 啊 剛剛說幾較微的啦 一號到五號到誰啊 一號到五號到誰啊 一號到候選人 一號候候選人 孟辰 三號是我們的 好 感谢观看